我们看到这五月份首到封面目前正在通过我们台湾上空当中 各地的天气尤其不稳定 尤其现在在中南部的山区雨是特别的强劲 在各地也陆续的在飘雨 那么提醒大家今天要攜带雨距 各地容易出现最流行的强降雨出现 在气温方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各地都比较凉一些 东北季风同时在增强 尤其北部地区观众朋友应该特别有感 今天北台湾天气转凉了 对比前几天高温还有三十几度 今天在北台湾全天的高温基本上不会超过25度 全天的温度落在22到25度 感受上面比较湿凉 那么在其他地区也因为今天大致上以阴天飘雨为主 所以这温度上面也会稍微降个2到3度 那么提醒大家今天封面通过台湾的上空 今天的雨势会是这几天最明显的一天 各地都要严防这短延时强降雨可能出现 基本上以阴天为主 但是可能这大雨就突然下下来了 还是要顺防短延时强降雨 雷吉跟强震风 这样的雨势估计会延续到明天 明天我们看到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是容易有局部大雨出现 但是到了明天晚间开始雨势就减缓了 到了周五封面慢慢地离开 但还是有部分水汽残留 真正的好天气预估等到周末 慢慢回归多云道琴 还要提醒目前在金马地区 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农务特报 提醒在里岛地区跟昨天一样 在下大雷雨期间的能见度比较低 另外今天清晨在金马地区 气象署持续发布农务特报 目前的能见度还是不足200公尺 提醒在里岛地区观众朋友 特别留意航班资讯了 另外今天还要提醒在中部以海的 中部以北的沿海空旷地区 比较容易出现比较强的阵风 也要多加留意 今天小金定提醒大家 早起出门记得携带雨之备用 封面通过各地容易下雨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雨势比较强劲 还要提醒北台湾地区观众朋友 今天温度稍微低一些 早出晚各位可以试试加件不外套 我们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